開始啦 機械基礎實習第二張108課綱 你會發現108課綱跟之前的有點不一樣 第一張大概都是講一些基本的 這些手工具啊 這個我們已經講完了 基本工具啊 量具 第二張在108課綱居然放的是錯銷 各位同學你們因為 你們不知道經歷過去 我現在給你看過去是什麼東西 所以你才會有感覺 你看喔 之前喔 以前的第二張是放什麼 放畫線 現在以前的第三張是放錯銷 請你現在看108課綱 畫線放在哪邊 畫線反而放到第三張 畫線跟拒切操作 你現在懂我意思嗎 所以現在我們要講的108課綱 我們現在講的是以前 以前的第三張 但是108課綱把它放到第二張 這樣知道嗎 那有時候你們在做考古題 這個有時候會放在機械材料 或機械製造 有的人將來要考工家單位 機械製造 機械材料 這些東西都會帶到 請你好好把這些好好學一下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錯銷 什麼是錯銷 錯銷就是說 我們要把一個東西用火鉗 固定在桌上 然後我們用錯刀 請你把這個錯 一開始他就沒有講錯刀 他先講火鉗 來 你要把這個錯 推起來 他會寫兩個字 錯刀 用錯刀 打一個弓箭 錯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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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冰這樣 好來 這個最重要的第一個東西 他就是介紹虎鉗 虎鉗英文叫做什麼 虎鉗英文叫做vice vice vice 拳起來 有一個字跟他很像 dice 你寫起來 dice 有沒有人知道叫什麼 dice 叫什麼 骰子 你知道什麼叫骰子嗎 骰子 就是 1點到6點 哇 dice dice 十八道 十八道 啊 老師 你有三個保護十八道 dice 骰子 喔 骰子 寫起來 老師 你會弄嗎 趕快寫 你不寫我也不會勉強你 為什麼 因為福利兄 用福利 對 好來 古錢是什麼 各位 請你劃起來 虎錢就是甲持工具 全這四個字 甲持工具 虎錢有很多種 我們看看 請看這叫做前排虎錢 這個叫鑽床虎錢 這個叫洗床虎錢 這個叫抱床虎錢 你看他們都是虎錢家族 所以像我們機械工廠有這種鑽床虎錢 你盡量去欣賞 甚至有的虎錢可以旋轉 沒有看過 慢慢繼續講下去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來 繼續看 前排虎錢就是剛才老師說的這一種 我現在講的是第幾頁 第三十頁 我講的東西你趕快畫起來 先認識這幾種 前排虎錢 顧名思義放在前排上 就是桌台 請你把它圈起來 前排圈起來 前排虎錢用什麼材料做成 圈起來 你要知道 鑄鑼或鑄鐵材料圈起來 鑄鑼或鑄鐵圈起來 那再來 前排虎錢會考的是什麼呢 會考它是什麼羅文 我現在是打散章節在講 因為等到你後面他就會介紹羅文 各種羅文 前排虎錢是方羅文 來 把方羅文圈起來 因為裡面會有一個羅改 羅改上面 像城堡一樣 居然是方的 方羅文圈起來 我現在講的都是考試重點 因為很重要 我才講三次 不是因為你們學長姐 上課不囉嗦 很多人就是因為這樣考上重鋼 國家考試都顧關 好不好 在這裡還有一個正點 就是虎錢的塵孔裡面有齒紋圈起來 有摩擦力才可以把東西夾住 齒紋圈起來 那剛才老師說虎錢有兩種 一種是固定的 一種是回轉型的 可以旋轉的 所以這裡你要把它圈起來 有一種是底座可以旋轉 請你把它底座可以旋轉 圈起來 這種叫做旋轉式 台前 舞前 旋轉式 圈起來 所以它可以角度 另外一種是固定的 我們叫做固定式 請你把它固定式圈起來 這樣重點 這裡有看圖 來 我給你個焊圖 你比較有感覺 請看 這種就是旋轉式虎錢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 這個也可以轉嗎 這是固定式的 你看這裡 整個打螺栓進去 固定式 這樣知道 同學你要看得懂我指什麼重點 那如果你眼睛是失明的同學 沒關係 你用拼的 想像 你沒有眼睛 我當你的眼睛 我形容它 它是可以轉的 那這裡有螺桿 各位同學 這個一轉轉轉 它就轉出了 裡面就是方螺吻螺桿 可不可以想像 轉轉轉 它就越來越大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虎錢有什麼保養 我叫教你們 使用虎錢的時候 手大概要跟它垂直 這裡垂直 平高 這個反而是重點 就像很多人用電腦桌 那個電腦 你正確的使用電腦 是垂直的 你這樣才不會越打電腦 使用電腦越痠越累 你的桌子跟椅子的高度要適當 所以各位同學 你一定要畫線 這裡寫 與工作者手臂彎曲之後的手肘騰高 這裡要畫線 設計正確的虎錢 以及工作桌 它的高度是要精準 如果你們家的餐桌 或者書桌 你在打電腦的時候 是這樣打 或這樣打 都是不對的 回去調整一下你的書桌高度 調整一下你的椅子高度 這樣好不好 好 再來 還有什麼重點呢 我個人覺得有一個重點 是這個東西 叫做錢口罩 來 這個 捲錢打 請 為什麼需要錢口罩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弓箭 已經加工過了 我擔心 把它放在虎錢這裡夾 我們說這裡有屎 我已經加工過了 你又給我夾 哇 凹下去 不好 所以我們會用錢口罩 各位知道嗎 文字部分的敘述在這邊 這裡 第四點 打心靠 夾錢工具 以加工面 請你夾 以加工面 就是加工好的面的時候 這時候你要靠上錢口罩 就是這個 這樣就會防止它破壞 會不會已經加工好的面 那這種加工罩是用軟金屬做的 軟金屬它就是金屬 但是比較軟 像是銅啊 鋁啊 這都比較軟 這樣知道嗎 要知道 再來 夾苦錢的時候 你要夾在錢口中間 錢口中間 圈起來 用完之後要上油 上油 以防生鏽 圈起來 我只講重點 其他你要自己看 好不好 老師用PPT版 就是能夠幫助那些 家境比較窮的 沒有課本的 讀書需要演到的 方形羅文 圈起來 我再講一次 這個考試重點 方形羅文的羅改 你也是要加潤滑油 對 這樣子 那我現在有問題用完了 我伏錢用完了 請問要怎麼收納 是要把它轉轉轉 關到一起嗎 不對 你要留一點空隙 留小空隙 留小空隙 缺乘 你用完了之後要留小空隙 不是整個補錢縮到最小 不對 不對 請看圖 來這邊 來這邊 這個圖很重要 這個圖 我們整個使用完古錢之後 你要留小空隙 這樣知道 你不要整個靠在一起 你不要整個靠在一起 這個其他的就給你自己看 我覺得這裡相當基本 好不好 二之一 古錢 全部講完 很快吧 講話 我講重點 我也不囉嗦 你有人要跟上 接下來我們講二之二 二之二是什麼 就是錯刀 來我們看錯刀 在你們的課本第幾頁 在第32頁 來錯刀英文叫files 大家推起來 各位同學 現在跨界 我也順便教英文 files是什麼意思 files叫做文件 每拋起來 又叫正列 不知道 打電腦你們會檢資料講 你們會放files 文件 正列 那為什麼錯刀 會叫這個files 你看錯刀上面會有 一條一條橫線 那紋路好像正列在一起 所以它叫做files 圈塵 早期的錯刀是用高碳鋼做的 現在的錯刀材料是什麼 畫起來工具鋼 合金鋼 合金鋼 比較耐用 使用送命長 所以你記工具鋼 合金鋼做現在的錯刀 其他的請你自己看 好不好 好 那你說老師 剛才你說那個橫桃線是什麼 那就是我說的錯刺 我們繼續講下去 你才知道 好嗎 接下來介紹錯刀各部分的名稱 各位同學 各位同學 你們大概都有看過錯刀 常常的 但是我相信有80%的人不知道錯刀的兩面長什麼樣 它有一邊是有端切齒 來 吹起來 我再講一句 很多人都知道錯刀 錯刀假設講這樣 我們就會這樣錄 但是80%的人不知道錯刀的兩面 這一面跟這一面 扁的那一面 有一面有端切齒 有一面沒有光滑的 這一面光滑的叫什麼 這一面叫做安全邊圈起來 安全邊 80%的人不知道 我希望你是那20% 因為我有強調過 這樣知道嗎 安全邊是用在拓銷弓箭直角的時候 你安全邊就靠在那邊 因為你不想用有錯齒的那一面 叫做單切齒的那一面 靠到 這樣好不容易加工好的面 你又給它靠到又刮傷了 痛苦心疼 這樣知道嗎 好 那中結錯刀 錯刀是不是 截面是不是長方形 不是 它這裡會有點凸出來 凸出來才可以錯一些平面 好不好 來 我們看圖 這就是錯刀 這個叫蛇 它有這個蛇 就會放到錯刀柄裡面 放的時候是用慣性 它就凸進去 拔出來也是這樣 這個叫刀面 你會刀面會發現 有的是這個走向 有的是這個走向 我們等一下繼續講下去 剛才我說有一邊 這個叫刀邊 有一邊是有單切齒的 有一邊是安全邊 光滑的 這個你要知道 好不好 請看 這就是安全邊 所以另外一邊是有單切齒的 另外一邊有那個錯齒的 這樣就在講安全邊怎麼使用 這邊就是錯刀的斷面 你有沒有發現 它這裡是凸凸的 請你寫一個字 凸 這裡寫一個大字 凸 凸 很多人以為錯刀是平的 不對 凸 好了 我們講重點 來 錯刀 會分各種種類 我們減速如下 錯刀長度怎麼算 錯刀長度是從刀端 圈子來量到刀根 為何你的長度是多少 請你告訴我 10公分 10公分 太好了 你才是從你的刀根 你才是從你尋找到三方面 你才是從你的尋找到三方面 你才是從你的尋找到三方面 你才是從你尋找到三方面 這樣知道嗎? OK 再講一次 刀端到刀根是你的長度 有時候我們錯刀會一組一組 我們那種一組一組的 我們叫做組合錯刀 圈起來 或者叫做實景錯刀 實景就是什麼都有 對不對?像我們班上有一個混血兒 他們家鄉就很喜歡吃實景麵 對不對? 對 酸酸甜甜辣辣 實景麵 他那個麵裡面的 什麼都有 有檸檬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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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 有芽菜 有麵 有很多東西 台灣也有實景麵 但是我最喜歡吃 越南的實景麵 對 都喜歡吃 越南話 來 你 越南話實景麵怎麼講? 超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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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越南說 我要吃超麵 超麵 好吧 好來 切刀斷面有分嗎 哦 請看 這種叫明確 平平的 來 專門磨平的東西 來 拼起來 這叫側面 欸 現在回到重點了 老師 你剛才說斷面是凸起來的 對 有各種 大家知道嗎 有各種 我可以說哪裡 之前我們不是說 側刀的斷面是凸起來的 凸起來是為了要磨平的 但是也有一種是平的 這叫平坐 來 圈起來 平坐是錯相跟坐 最常用的錯刀 最常用 圈起來 最常用的就是平錯刀啦 哈哈哈哈 不好笑 老師為什麼用生命在教 講話又很大聲 對 牛王正教你的記憶力啊 記憶點 好不好 有馬 欸 好 斷面是什麼形狀 來 各位同學 這個斷面什麼形狀 廠方形 寫上去 廠方形 平坐 廠方形 現在下 Rect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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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下面有 廠方形 寫得更好 因為我要抓出狐狸熊 熊狐狸 哦 這就是彩蛋 來 藏方形 這個叫方錯 方 什麼形 正方形 來 方 旁邊寫 正方形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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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正方形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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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SQUARE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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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方形就是方錯 這是不是這方形 是的 這種 方塊 適合 磨 勾槽 有一個洞 嗚嗚嗚 缸口 對不對 磨槽 再來 三角錯 顧名思義 什麼形 三角形 三角形 我問你喔 三角形 如果是正三角形 每一個角幾步 360度 爬搭 三角形 三個內角合180度 結果你跟我講360度 爬搭 60度 對180度 以上60度 我問你 他可不可以去磨 小於60度的 不可能 因為你小於60度 你就比他大 你就塞得進去 對不對 大的東西怎麼去磨小的東西 不可能 所以 60度的 這個三角錯 適用於畫起來很重要 大於60度的角度 吹吹吹吹吹吹吹 吹吹吹吹吹 吹吹吹吹 吹吹吹 吹吹吹 吹吹 只能60度 只能磨 大於60度的 因為 因為你角度比我小 我塞不進去啊 一塞會怎麼樣 60度 你拋喔 拋 你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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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過來 快給他 我把福利雄 截 打福利雄 OK了 那你截吧 10號 9號 4號 4號 10號 他會不會輸喔 9號 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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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騙我 5 6 7 8 10 10號 我也可以 為什麼 我本來想叫你 出來 加深記 沒關係 沒有關係 再來這叫原廠 round round 就是圓圓的 它就是斷面 是圓形 叫圓錯 所以它可以做一些 擴口 或者是曲面 的一個錯銷 甚至你有小圓口 你就用圓錯 嘟嘟嘟 就可以進去錯了 OK 好 再來 這個叫半圓錯 半圓錯 這個平的地方 也有錯子 圓的地方也有錯子 圓的地方也有錯子 基本上它會講到 像這個半圓錯的這個面 是雙切子或單切子 那如果是平面是雙切子 這個你知道一下就可以 好吧 你認識一下這個叫做半圓錯 它也是凹曲面的一些 錯銷會用到 好 再來 依照切齒形式 來把切齒形式圈起來 這個比較重要 聽到了嗎 這個比較重要 打一個新號 切齒有分單切齒 削切齒 極切齒 這個叫極 極 極 amily 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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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尖刺的意思 極 極就是尖刺 極就是尖刺 極 極就是尖刺 極 pad 極支 極切齒它只有單排 再來,我看有沒有圖,單切詞,只有單一的切詞,叫單切詞 所以叫雙切詞 我現在講科比記幾頁? S35 我先探讀,我用PPT上,我用探讀,等下再看文字 它,在這個地方,有單切詞,然後在這個地方,有雙切詞 這一個切詞,你這裡選一個字,粗 選一個字,粗,單切詞這個方向,你就是七十度,八十度,這裡是粗的 粗的,粗齒 粗 這裡,寫一個字,細 所以像這種,雙切詞的,有一個粗的,一個細的 細的叫做排詞 好,在寫,排詞 因為我們在切詞的過程中,會產生切詞 細的切詞,就是把這些詞,排掉 排詞,排詞不會寫嗎? 排,詞,頭皮詞的詞 排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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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詞 這個叫做,極切詞 極切詞,極就是剛才老師講的,就是尖刺的意思 所以你換球,像不像,那個魚鱗,像不像 像 我的好朋友身上有這個東西 你們知道誰有這個東西嗎?身上有這個 冰刀 冰刀 水行俠 有沒有看過水行俠 沒有 水行俠,身上有這個 對,選一選 這個東西啊,尖刺東西 其實 寫上 就是這個東西啊 這個,擠 擠 這個是一種,邊緝 各位同學 寫上去 三叉擠 你 你了解我好朋友 水行俠 三叉擠 水行俠 你不知道 水行俠 跟紐蘭丹南的女同學一樣是混血兒 她爸爸是地球人 是一個奔爬 看守者 她媽媽是亞特蘭提斯的公主 對不對 欸 欸 你們現在有 喜歡一種車叫馬薩拉迪 馬薩拉迪 馬薩拉迪的一個標誌是什麼 符號 這是一個三叉擠 對不對 欸 馬薩拉迪 我問你啊 我問你啊 古代三國時代有一個名將叫做呂布 方天話吉 聽過 哎呦 來 你過來過來 配合一下我插掉 把他插掉 聽到可以直接 方天話吉 你真的厲害 我真的 那是真的好假的 站這裡 方天話吉長什麼樣子 我也不知道 也要上去 這差幾個 不對 我知道了 方天話吉 我後天你看 你站這裡 等一下你要 示範一下 示範什麼 方天話吉 他前面尖尖的 然後這裡彎彎的 方天話吉 方天話吉 三叉 好 上面還有一個 欸 這有各種版本的 各種版本 有的上面有 有的是一兵 你說 方天話吉 你要說過去嗎 三叉 方天話吉 吉 三叉 吉 請你跟對著我們觀眾說 吉 三叉 然後大喊三叉 哇哈哈 我是呂布 方天話吉 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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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 吉 三叉 哇哈哈 我是呂布 方天話吉 價利 底 尉 可以叫的 好了 我這裡奴 快點 vulnerability Solomon 哇 你要說 哇 笑 你手要叫 哇 有 这才像吕布嘛 你要说我吕布方天话吉 我吕布方天话吉 我吕布方天话吉 我坐一张 安静我听不到他声音 来坐 我吕布方天话吉 哎呀 记起来 我爱你这 起屁呢 三生起屁 我爱你这屁 取切齿 有弯曲的 这个叫取切齿 来各位同学 我们对这个莫大切齿其实有概念 接下来我们看文字部分 我来帮各位看中文 来 单切齐 来单切齿圈起来 最重要的是不易积确 不易积确圈起来 适用于精错销 精错销圈起来 所谓的精错销就是精细的错销 所以旁边写一个细 细 细 精细的错销 东西 像我这个手表很精细 到这个就要用 我说青龙眼月刀 青龙眼月刀 你讲对了 你已经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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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女傅跟贵公互打 我现在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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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配合 我现在问你 你知道那个赤兔吗 原本是谁在骑的 我 女傅 女傅 对 那女傅后来怎么 被谁杀死 你知道吗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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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这个赤兔马哥送给官 后来 你知道曹操把 女傅的方兵卦戟 送给谁吗 赵兵 赵兵 对 对 对 你都不知道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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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啊 曹操也是曹操的 儿子之一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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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拿的兵器好像是箭 哦 是吗 曹操 曹操 曹操兵的兵器是什么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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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粗那個字的由來 第二個 另外一個方向 往左上方向的起斜 像四十五度跟四十五 四十度到四十五度的 切齒叫細 請你圈起來 作用就是我剛才教你寫的 排卸 請你把排卸先起來 排卸 大家知道 粗的就是拓箱 把你脫下來 帶走 帶走 就排卸 大家知道 這就是雙切齒的 一般 單切齒 是為了 金 錯消 雙切齒 是為了 大量的錯消 請你把 切錯消 量大 圈起來 鐵 磨成 繡花針 我就會用雙切齒 我只是為了 我只是為了要讓它更漂亮更光滑 我要用單切齒 大家知道嗎 這個叫做 極切齒 極切齒就是用在 表面粗糙的 軟材料 圈起來 兩面粗糙 兩面粗糙 或了材料 木格 粗不粗糙 非用糙 這種都會用 極切齒 二聲極 極 方偏畫極 三聲極 真的 真的 我講的 真的 不是問你們國文老師 再來 曲千齒 是 無狀 無狀 圈起來 他是用 軟金屬 軟金屬 圈起來 所以 像銅 鋁 剛才我們有說 他們是軟金屬 鋁 對不對 所以他們會用 取切齒 你還記得 剛才我們在講 虎錢的時候 什麼時候有帶到 軟金屬 銅跟鋁 你還記得嗎 忘記了 魚的記憶 只有幾秒 三秒 七秒 爬帶 七秒 三秒 那各位同學 我才剛才講過 這個東西啦 錢口罩 這個同學有在認真 錢口罩 他的材質就是 紅跟鋁 這個同學我要表揚一下 明天找我拿飲料 真的假的 先搭託 先搭託 你下次不要來找我 你不來找我 我只保留一天 我會飲料這麼大看 我會飲料這麼大看 喔 錯 兩千七七喔 你自己搭託嗎 我自己 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 我OK 好啦 那你真的同學 好 再來 再來 錯方 切齒出信 也可以分喔 各位同學 現在講的是 三十五頁 它怎麼分 它是用每一寸 一寸叫做2.54公分 也就是25.4mm 在這一寸裡面 到底有多少切齒數 來決定它切齒的出信 請你把這個牽起來 25.4mm 也就是一寸 切齒數 切齒數 切齒起來 越多齒 在一寸裡面 越多齒 我們叫做細齒 在一寸裡面 齒越少 我們叫切齒 這樣OK嗎 我這裡只講重點喔 好 請問 這邊比較 分的比較開 我們叫出切齒 這裡叫細切齒 你看得出來嗎 這個比較線 這個比較密集 這樣知道嗎 好 就是看你一寸裡面 2.54公分裡面 有多少的缺齒數 OK 錯刀的規格 自己看 錯銷工作要做好 要做什麼 準備工作啊 這裡自己看 我在講重點 這裡比較重要 重點是基本知識 錯刀有基本知識 大家可能給你看 好來 請看 他這裡大概就是講 你選用錯刀的方法 好 那這裡比較重要的東西 我希望你畫起來 就是再重新 重塑一次重點 軟金屬圈起來 要用錯切齒 錯刀還是細切齒 錯切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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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間隙比較大 可以融屑 軟金屬 錯切齒 排屑 硬金屬 要用細切齒 圈起來 大量錯銷 用錯切齒 金家公圈起來 用細切齒 用細切齒 像我的手錶 師母送的 很精細 用細切齒 很貴喔 用細切齒 很貴喔 對很貴 很貴 對很貴 不能感傷你 三千狗狗 哈哈哈哈 細切齒 一般的都是用雙切齒 一般的都是用雙切齒 金屬雙用單切齒 這個剛才我都有在講 你如果注意聽 你就再複習第四次了 知道嗎 上網的課會 不斷地強調重點 其餘的細節 你自己看喔 我現在講都是考試重點 對 錯刀筆的裝線 剛才有講過錯刀筆 不是那個木頭手拿的地方嗎 它讓那個錯刀的舌部裝進去 所以你把那個舌部圈起來 然後它這裡就是在講 它怎麼把它裝進去的 其實它用的概念就是利用慣性 請你寫兩個字 慣性 現在寫慣性 它就是這樣 動 然後那個錯刀 蛇部 就進去了 冠是 這個冠 新日塔 有人說養成一個好習慣 需要四個月 對不對 那個冠杏是什麼 有人ダウンパ 就是上課睡覺 下課 尿尿 上課睡覺 下課尿尿 放學 放學 帶套 帶套 帶套是什麼東西 打掉 放學 帶套 睡覺 脫掉 還押韻 有財 有喔有喔 睡覺拔掉 睡覺拔掉 拔掉擦頭 好 再撥一下口令 這個就是做拉筆 怎麼裝 怎麼開 動 怎麼開 動 外性 慣性 慣性你們力學會學到 近者很近 動者很動 對不對 好 好 裝置之後 正確形狀 請問 你的錯刀餅 可不可以這樣裝的歪歪呢 可以 好 我看看喔 錯刀的握持 看看 他告訴你怎麼拿 各位同學 這裡的重點齁 是這個人 這個人是左手臂在前 右手在後 對不對 對不對 一般人都這樣 看到了喔 這個重點 打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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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打星號 因為這個會決定於 你腳怎麼站 我現在先告訴你 你左手在前 左腳 就會在前面 不行 好不好 繼續按下去 好 你看 這個 左腳在前 右腳在後 右弓箭步 左腳是彎曲 右腳伸直 左手在前 所以你左手在前 左腳就會在前 這樣知道嗎 這個要打星號喔 我現在都講的都是重點喔 很多人用錯刀的時候 左手在前 右腳在前 你會覺得很提醒 打中了 我先講到這裡 下課